自从这只叫本尼的猫的85岁的脾气暴躁的主人莱奥纳多住院后,他就每天都去看望它。 尽管这违反了医院的规定,医院破例了,因为老头恐怕再也无法活着离开这里了。 这也有助于本尼与其他病人甚至医院工作人员的社交。 每个人都喜欢这只猫,本尼振奋了一些人的精神。 斯蒂芬是一直为莱奥纳多随时待命的医生之一,他最近开始注意到一些不寻常的事情。 在过去的几天里,本尼开始表现得越来越古怪,猫总是很高兴见到任何人,但这种情况已经开始慢慢改变。 事实上,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几天,尽管似乎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种变化。 斯蒂芬曾多次看到这只猫匆匆赶到莱奥纳多身边,他不明白这只猫究竟发生了什么,但这肯定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变化。 医生认为应该开始调查。 斯蒂芬起初对他要做什么感到非常紧张,但他觉得自己似乎别无选择。 斯蒂芬没有在犹豫,走到门口暗响了门铃。 他不知道谁会打开那扇门,他只是等着有人来开门,结果并没有发生。 没有人替他开门,但他知道有人在屋子里,因为他注意到门边的窗帘在轻微地移动。 有人看着他站在那里,但不想向他敞开心扉。 有人不想让斯蒂芬在那里的原因是什么。 斯蒂芬确信那里发生了什么事,但他并不清楚那是什么。 可以肯定的是他以后一定要密切关注这只猫,因为这实在让他担心这只可爱的动物。 所以他的计划是下次去医院的时候观察本尼。 猫第二天没有来医院,后天也没有。 斯蒂芬担心他会惊动屋子里的神秘人,也担心他或他再也不会让本尼来医院了。 他开始对他跟随本尼那天发生的一切感到非常内疚。 接下来的几天,本尼都没有去拜访莱昂纳多,病人又开始变得更糟,抱怨并对每个人都刻薄。 他根本没有问猫的事。 他的这种可怕行为让任何与他打交道的医生的日子都变得一团糟。 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,事情开始变得明朗起来。 除了他在医院的第一天,除了他心爱的猫,莱昂纳多的房间里没有任何访客。 但是在斯蒂芬去了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房子,而本尼不再来访之后,一个不知名的人开始每天都来拜访莱昂纳多。 斯蒂芬对这个变化很好奇,从行政办公室得知来访者的名字叫托马斯,他的名字与莱昂纳多的任何家人都不相似。 这给医院工作人员提出了很多问题,与此同时,人们开始注意到他们心爱的猫不见了。 这与斯蒂芬所希望和预测的几乎一模一样。 那天早上第一个走过医院入口的引人注目的是猫本尼。 本尼静止走向莱昂纳多,入口处接待处的人立即提醒斯蒂芬。 医生很幸运,此刻他比本尼离房间更近。 他冲过去,在猫出现之前关上了门。 斯蒂芬知道下一步对于发现更多关于这个谜的信息至关重要。 那一刻,莱昂纳多依旧拒绝和任何人说话,也就是说他也没有抱怨关门的事。 但是,当本尼走进他朋友的房间发现门关着时,他不确定该怎么办。 斯蒂芬已经偷偷溜到这只动物身后,试图把他抱起来。 这只猫通常很可爱,可以让这种情况发生,所以这可能是小菜一碟。 然而,出乎斯蒂芬意料的是,本尼突然摇摇晃晃晃地离开了。 斯蒂芬被这个动作吓了一跳,然后他有些拼命地追着猫穿过了医院的大厅,追了半天。 本尼没有拐进新的走廊,而是误入了一间空荡荡的办公室。 斯蒂芬动作迅速,跟着本尼进了房间。 还没等他逃走,医生已经在他身后关上了门。 即使现在他已经把本尼锁在了房间里,斯蒂芬想要抓住本尼仍然是一场艰苦的斗争。 前五次他尝试动手,唯一的结果是到处都是划痕,手指和手臂上有细小的咬痕。 最后,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 他终于有机会更多地了解这只动物以及莱昂纳多到底是怎么回事。 也许他还能弄清楚关于这所房子和托马斯的谜团。 当他抓住本尼时,他可以调查他认为只是本尼项圈的东西。 事实证明,这个东西远不止于此。 这显然是出于某种未知目的而定制的东西。 本尼的项圈上似乎有一个电池大小的小隔间。 斯蒂芬发现猫脖子上的一把锁将所有东西固定在一起。 当医生发现可以将其取下时,本尼的整个举止立即改变了。 这个生物又变成了平静而深情的自己。 医院里的每个人都曾如此喜爱过他。 斯蒂芬一步步开始了解他医院里发生的事情。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,本尼都非常有可能正在接受训练,将这个物体带给兰敖纳多。 医生看到项圈被取下的那一刻,猫知道他可以再次为所欲为。 然而,尚未回答所有问题,大多数事情实际上对斯蒂芬来说仍然是一个很大的谜。 让猫再次在医院大厅里游荡后,斯蒂芬开始检查他刚从猫身上拿走的隔间。 很快他就打开了它。 当斯蒂芬看到里面的东西时,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。 现在他突然明白了,他的第一直觉是立即跑进莱奥纳多的房间与他对峙。 这个人利用了这一事实让他非常生气。 尽管他知道自己必须聪明行事,但考虑到隔间内部的白色粉末,斯蒂芬知道最好先让警察介入所有这一切。 案件需要正确解决,而不是单枪匹马或出于他自己的情绪。 从那一刻起,一切都进行得很快。 一支警队首先与托马斯取得了联系。 托马斯当时正在拜访莱奥纳多, 而本尼还没有出现。 幸运的是,不需要太多的努力和时间来证实斯蒂芬的怀疑。 托马斯非常清楚,没有更多的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, 并证实了警方预测的叙述。 团队的下一步是前往斯蒂芬曾经看到本尼跟在他后面时进来的房子。 再一次,没有人会应门。 但这一次并没有阻止警察。 这所房子实际上已经在可疑房屋名单上。 而且由于涉及斯蒂芬,他们现在有了正式的房屋搜查令。 门很快被专职人员破门而入,将躲在里面的两名男子当场抓获。 作为医院的联络人,斯蒂芬很快就接到了逮捕的通知。 警方发现了一堆非法物品,目前还不能透露具体细节。 然而,他们确实分享了里面的两个人已经发表了他们的陈述,并且他们的故事是一致的。 这意味着现在有足够多的证据可以继续调查,并与莱奥纳多对峙。 当斯蒂芬和两名调查警察到达莱奥纳多的房间时,老人又开始尖叫了。 警官们走进房间的那一刻,莱奥纳多立即惊恐万分。 毫无疑问,他知道这是怎么回事,可能自从他被拜访的日子不那么频繁以来,他就已经害怕了。 与此同时,斯蒂芬在本尼项圈的隔间内发现的物质已被确认,那是一种白色粉末。 老莱奥纳多和他的同伙一直在使用本尼,将产品偷偷带进医院来满足他的毒瘾。 随着故事的展开,斯蒂芬简直不敢相信。 显然,老人是个商人,托马斯和屋里的两名被捕人员正在为莱奥纳多工作和销售。 现在证据是明确无误的。 莱奥纳多很快被送往监狱医院,目前正在等待审判。 新的测试结果表明,他比医生早先预测的还要多活几年。 虽然现在也许他对这个诊断并不一定满意, 但三个同伙也在等待审判,让本尼没有人照顾。 但是现在,在这只猫经历了这么多之后, 斯蒂芬觉得他收养这只猫是正确的。 他把本尼从罪犯手中解救出来, 他觉得这只猫好像明白这一点。 此外,现在他可以带本尼去医院, 这样这只猫就可以继续与他的新朋友互动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そう